有很多人覺得我們不夠厲害 但我也覺得自己不夠厲害 但如果我們不做就吃屎了 I'm Dom, I'm come from Hong Kong 為什麼我開始做呢 就是因為我很久以前做Squid Art的時候 有很多圖片 有很多圖片 要一些貴的 有些大桌子來做 但是沒有桌子 又買不到 又沒有那麼多錢買 所以我在街上收拾很多木頭 回來自己組織 逐點逐點 又有小朋友有興趣 所以變成了一隊Crew 我們又叫自己做Happy Workers 每個步驟都有不同人處理 因為每個步驟都要有些經驗 才可以 譬如你用顏色 都會不會用個Brush 會不會等幾個仙光 才有第二層 要有多少層 或者是coating 要做幾個層coating 那些都要專人負責 我們開料都是 開料都有很多程序 即是直刀、橫刀、不同機器 所以我們這群工作人員 可能每個人都會負責 某幾樣東西 有很多人都會負責 因為我覺得 很帥氣 很開心 其實不是很開心 其實你又要扔垃圾 又要掃地 扔垃圾 不是扔出垃圾桶 是推四條街 才去垃圾站 再給你一個層coating 不要扔垃圾 你扔那麼多 什麼什麼 所以有很多人都頂不住 有很多工作人員 可能做一個星期 一天 一個月 三個月就離開了 所以 其實留得低的 都是很厲害的 一些工作人員 我非常尊重他們 以前我們可能做 直立圖 搞很多展覽 那些人未必 會買我們的畫把 放在家裡 但現在他們可能 因為福 很少會掛畫 家裡這麼小 但現在他們可能 買一張椅子 回家用 買一個櫃子 可以用到 但又是我們做的 這個感覺是 非常之好 我覺得是香港 在香港欠在 欠在 欠在 一些人 那些人 怎麼看我們做木工 有很多人覺得我們 不夠厲害 但我也覺得自己不夠厲害 但如果我們不做 就吃屎了 所以我覺得 那些人的支援很重要 你說我不做木,我會做什麼? 我會做木,沒有賺錢付丹我也是做木 因為做木就是我喜歡的東西,所以我也是做木